有人可能会被伤 检警发现这些恐吓信从去年12月开始寄出 首批戚封全寄给彰化县警方 辱骂警方太嫌取缔网牌假货 之后连彰化基督教医院 小吃店和北斗镇长等都收到活虫信 另外包含华纳唱片老肖肖敬腾 律师顾立雄 鼎泰峰 鼎王 导演邱黎宽 和命理师江伯乐也陆续接到活虫信 共有25封 是寄的这个白包还有这个便包床 信件它是用这个一般平信用手写的 那寄件人这边自指市面写 当然当然会有压力啊 因为一般的业者的话 如果都受到这样的恐吓的话 当然会很好 这是一定会的 检警清查发现其中有19封 与在逃性侵通缉犯赖警贤有关 另外6封则怀疑是模仿犯所为 目前正全力追气赖警贤到万 面对接连恐吓 老肖昨天强调很坚强 日籍女粉丝Yuki 则喊冤表示跟她无关 动新闻综合报导